我再看就是 這個案例啊 我們常常是說 這你會寫回過書的請舉手 如果對方要求 我應該會寫 我寫過了 會寫 你是老婆要求 沒有 是我自己說的 對 他沒有要求 我覺得你要看 你做錯那件事 有嚴重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現在嚴重到 你覺得就算拿一百萬出來 都可以挽回 就是你自己的錯的話 我覺得做什麼事都該做 我當下是真的覺得自己有錯 阿德不會寫 不會寫啊 寫在幹嘛 為什麼 因為寫那個不表示 我是真心回過 可是你可以讓對方 可是他就會留下證據 他下次又拿出來 重點是我那麼會文字 我怕我寫得 太害死我自己了 你不容易留下白紙的意思 不是 就是說 我不覺得寫回過書 對於呼吸感情有什麼幫助 說真的 但是對於處理他的情緒 可能有幫助 就是處理意識的情緒 有什麼意義 但處理情緒很重要耶 不是 就是說 處理情緒 有很多方法 對 但是我覺得寫回過書 是最爛的方法 因為就是代表一個 是對的一個是錯的 一個是懲罰 一個是要求原諒 就是這種感 一個對立的關係 你自發性的寫 不是他要求的 自發性寫 就是我是說 一樣是說 你要悔過有很多方法 不一定要寫 所以怎樣 下跪 我在想那個道歉 沒有那麼更 你為什麼不能想要更好的方法 我插個話就是說 因為我周遭朋友也有人這樣 就他做錯了一件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寫回過書 那回過書後來因為寫了嘛 所以就暫時就挽回了嘛 可是那個回過書 就被太太鎖在 她的保險櫃裡 那有一天是要用到的 可是你知道 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總會寫過頭的 那就是要割地賠款 對 因為你為了趕快 安撫她的情緒 要不然可能事情會很嚴重 所以會寫過頭 比方說就是那個 全部都給你 之類的 而且寫回過書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寫的那一個人會覺得 我已經不欠你了 我寫了這個東西 那種心情是最關係 最破壞關係的 因為只要有一天 這種事情你又再來勒索我 或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你太過分的時候 這些事就會等於 好像翻盤一樣 就會浮現在我腦海裡 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關係就是到此為止 所以這牽涉到一個 比較深層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講很簡單 那你要道歉 那個道歉其實是有學問的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說 你知道他什麼叫道歉 就是那一天有一個人講 就是說他小時候被性侵 然後多年四五十年以後 這個不性侵他的人 因為就是他講說他姓祖了 然後所以要給他寫一封道歉的信 寫得很細喔 就包括當時的情景 幾十年前的情景 寫得很細的過來跟他道歉 你知道這個女生完全沒有辦法原諒他 因為他覺得說那一段回憶 造成他大的傷害 所以他那一段回憶 他是空白的 因為為了要讓自己過了那一關 所以他連那時候的所有的記憶 都把他消除掉 是是是 然後他在問我說 為什麼他不能原諒他 怎樣原諒才會算是原諒 我就說這個信心他的人 如果要真的要原諒 只有做到一件事情 你要想想說 這個原諒是不能求原諒的 就是我可能要這一輩子 一直在體驗你 你這種 我這種痛苦的感覺 一直到人生的終點 才配得上這個原諒 不然那個原諒說實在 然後怎麼可能說 我跟你 今天講道歉不是要得到對方原諒 對 我怎麼可能是說 我傷害你 然後透過這幾個字 就消除掉了 你覺得懲罰可以消除傷害嗎 這不可能的 其實我覺得道歉就是一種 我能夠體會 對方的痛苦有多痛 就我曾經其實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偷吃了 他就是忍不住他就偷吃了 然後他女朋友 對這件事情非常生氣 他就來找我談 他就問我說怎麼辦 我已經跟我的女朋友道歉了 他為什麼還不願意原諒我 然後後來我就用了一個畫面 給他看 我就說 你知道這種感覺就很像 你在山谷上 你跟你女朋友在山谷上 你硬生生把你女朋友推下山谷 結果三下是充滿了荊棘的一個草叢 然後他在下面已經痛不欲生 然後他無法動彈 然後你還在上面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剛剛失手了 真的很對不起 你還好嗎 你沒事吧 然後你就一直在上面跟他講說 那你要不要趕快上來 我們趕快一起走下去 但他現在已經被你推下山谷了 所以所謂的道歉是什麼 道歉是你願不願意跟他也一起掉進去山谷裡頭 體驗一下那個粉身碎骨的感覺 下面都是驚奇 對 因為他害怕 所以其實大部分人把人家推下去之後 他其實他在山谷上 他並不知道那個推下去 粉身碎骨的痛苦感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一直糾結著過去不放 所以很多人在山谷上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態度 甚至到最後 就會對山谷下的那一個人說 我覺得你有問題 你要去諮商 你要去治療 但他不知道那真正的感覺是什麼 我老師講的你真好 對 所以我後來其實是跟這個朋友講了 這樣子的畫面之後 我就說你可以體會 假設現在是你女朋友去外遇 你的心裡是什麼感覺嗎 他想要獲得的道歉叫做 我知道你終於感同所感 你因為很深刻的知道 那種受傷的感覺 而你深刻的懺悔 並且你願意不再做 任何傷害關係的事情 我需要聽到的是這種感覺 他的那個情緒才會過去